马云1999年成立阿里巴巴的时候 为了凑50万块钱的成立费 束缚所有的朋友束缚了半天 没有人相信他 为什么 因为他在做阿里巴巴之前 已经做了四家公司 没有一家公司真正做成功过的 而1999年的时候 新大帮的帐上的现金5000万人民币 但是马云跟我一样是 经历了一次失败又一次失败的 我发现他从对自己的信心 对未来的信心 对自己的急行 和对自己的事业的急行上 每一条都远远超过 但是马云在最初起步的时候 甚至还不落 2006年 新大帮已经在美国上市的时候 阿里巴巴还在拼命忙着融资 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赚钱的商业模式 但是今天的阿里巴巴 美国上市公司市值1000多亿美金 我在新大帮上市已经10年了 奋斗到今天 新大帮的市值在只有60亿美金 所谓的迎接挑战 就是你生命中不存在失败这两个字 只要你把自己敢于推向不可知境界 你就一定能够做到 有暗花明又一春